作者 张军 第295集 跟踪追角 同志四年10月20日 曾国藩持折奏报 碾军西窜 周盛波在宁林鸡贼获胜 刘明传在福沟鸡贼获胜 现在贼势牟袭湖北 习赤徐州马部各军 分驻周家口 腾出刘明传义军 作为游击之师 不复拘泥于十三辅州之说 随贼所向 跟踪追角 李昭庆所领万人 四安马齐备 即令持赴河南纵横追角 然后复篇奏报 北方将士不适应南方水土 重资遣返吉林黑龙江 查哈尔 应撤官兵九百元 启程回旗 参领三栋鹅等 并故请续 又想到报超奉命前来 身边多了一员猛将 又上专篇 预先筹划报超一军 进兵之路 许以襄阳为老营 由湖北梁台照料两米和军火 陆军难以取胜 马步联军还在训练当中 曾国藩不禁怀念起乡军 水陆配合战无不胜的日子 可惜的是 北方千里平原 水师战船只能在黄河与运河施展 有力也帮不上 十一月初七日起 他慢慢地核定长江水师 永远张成 即迎至迎归 花了半个多月才完成 而眼下呢 正有一件令曾国藩头疼的事情 徐州同山沛县之境 有一处微山湖滨 干涸的地段 在咸丰四五年间 山东曹州的百姓 因河水泛滥 举家 躲避水灾 向南迁徙 巨族在那儿呢 居住耕种 以后陆续有人过来 逐渐增多到了数万人 占据了数十万亩 地方官啊 对他们岸田亩征税冲响 称之为胡团 经常的与沛县居民 争送泄斗 碾军东窜的时候 派人与胡团联络勾结 于是沛县百姓 跑到曾国藩的行员来控告 他当即批示 严厉的缉拿通缅的团民 审查城市 派人呢 到山东 查看团民园籍的土地 设法给予路费 遣散回籍 10月27日 池哲奏称 碾军全树西窜 本拟居住周家口 因李昭庆一军安马为齐 未能前进 又因同山沛县胡团一案 与搅碾之势大有关系 死料理安插有序 即当富裕都角 又富翩奏报 岳中贼分上赤 汉党数万 篡县嘉应州 宝朝已由赣州进角 赞南改调富裕 在拒折奏报 迅明辉州闹响一案 分别结案 将两军十七营 八千余人 全部裁撤 遣散回籍 在10月里 张宗宇率军 入侵到湖北的襄阳边境 仁华邦牛洪等 从光州故史 进入安徽影州边境 突然又进入湖北 联军这种行踪飘忽的战术 叫官军晕头转向 12月初二日 湖北成大吉义军 在麻城溃败叛乱 联军乘机进攻 江汉以北周线 城镇失线 蔓延数百里 胡广总督官文 惊慌失措 上奏朝廷 请求救援 12月13日 曾国藩 视察张锡荣 在淮北的新营 详细核定 长江水师营制事宜 12月25日 长子记则 从金陵来到大营 看望父亲 曾国藩 让他研读左传 并传授自己的学习心得 主旗 不要贪多图快 每天读懂20页就行 为了示范指导 曾国藩 把自己记录的分类条目 拿出来给儿子看 12月28日 持者奏报 两路碾军 全部聚集湖北 又发生了 兵勇叛乱的事情 洗掉流明船 率军援储 然后 专者奏报 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 30条 营制24条 极其详细 曾国藩想到 河南巡抚公然上奏 反对重点设防 而官军搅拧 骚扰百姓 又拒折奏臣 遵旨查明 河南巡抚吴寿昌 总兵张耀等 备参各款 御史刘玉南 曾参合御军 骚扰百姓 河南励志腐败 近身多有怨辞 但他呢 对支持乡军的大员 又得尽力维护 又上奏 遵旨密查 山东巡抚 严静明 翻丝丁宝珍 备参各款 于是 复篇密奏 山东河南四战之地 严静明 无昌寿二人 君物 君非所长 而情形各自不同 仅抄路河南近身 袁炳承揽 就在同治四年的十二月 孙国藩批结了 沛县胡团个案 将安分的唐团 赵团等六个胡团 留在徐州居住 而通缅的王团 雕团 则勒令献期 撤归原籍 并张帖告示 小玉土著 与客家 安夜相处 而襄阳的碾君 张宗宇一鼓 回到南洋 互相呼应 搅拧无功 曾国藩心情郁闷 在这一年里 长沙同乡正敦锦 调户部侍郎 搅拧坚决的李赫年 受湖北巡抚 怀军将领张树生 受直立涅斯 都没有赴任 张树生 统带的树字营怀军 由其弟张树山统领 同治五年 曾国藩五十六岁 那前文书呢 曾经有听友指出过 说曾国藩呢 是1811年出生 而同治五年呢 是1866年 那咱们用66-11 很显然是55 为什么说是56岁呢 那是因为啊 您说55 那是周岁 咱们作者在这呢 用的是虚岁 好 这算是回应一下 前面听友的疑问 那咱们接着往下说 在同治五年的正月 曾国藩在徐州大营 与刘松山等将士 共度新年 初十日 便委派刘松山 率军监督 遣散了王团雕团 回山东原籍 曾国藩 正在为剿拈的马队力量薄弱 而泛难 朝廷呢 却要抽调 得知是军纪大臣 文祥统军 他与宫卿王 一样的支持乡军 曾国藩呢 便欣然答应 正月十四日 曾国藩 持折奏报 拙波 献防徐州的马队两起 共计九百余人 持赴奉天省城 搅捕马贼 听后文祥调遣 再说曾国藩 仔细了解 怀军各将领的才能品行 安徽籍的刘炳章 与自己一样 出身农家 考取晋士后 进入汉林 在同志元年 随钦差大臣张福 到晚南进角太平军 经常呢 为张福出谋划策 深得李鸿章的欣赏 而李鸿章任江苏巡抚 率军进入上海 便将刘炳章 调入了淮军 这个刘炳章啊 为人正直 胸怀大局 远超其他的淮军将领 曾国藩特意复篇 奏调刘炳章 来迎相伴军务 然后再专篇奏报 湖北军情吃紧 张宗宇折回河南 有东窜之意 胡团潜散完毕 急调李昭庆军 持赴周家口 正月二十八日 刘明传军 克服湖北黄培县城 碾军失利 又使出打不赢就跑的战术 凭借骑兵优势 昼夜及时 跑进河南 刘明传无以进脚 只能沿路尾随 在这个月里 左宗棠都帅各军 克服家印周城 报超新招募的兵勇 强悍不减当年 一路紧紧追击 在大张岭 大破溃逃的太平军 招响两万多人 至此 残余的太平军 全部被监 东南平定 左宗棠 暂留广东 办理善后 在过去 山东 河南地方官 总是看到 僧格林沁 连月驰骋 追击碾军 而如今 曾国藩 则安居徐州 于是各种议论怨言 就不断传出 最突出的 当属河南巡抚吴寿昌 吴寿昌上奏说 虽有曾国藩节制 而臣不能秉承 曾国藩 打一开始还在忍让 后来终于是忍无可忍 于是 借着河南文士孙玉军等 状告吴寿昌 纵容御军骚扰百姓 御使刘玉南等人 苍合吴寿昌之机 于同治四年 就上了一个密折 隶属吴寿昌 种种不适之处 暮下该省气象 官与身不合 兵与民不合 将与帅不合 藩丝与涅丝不合 晚军与御军不合 利器所积 为患方长 最后还说 若皇上另捡贤民 织兵之援 辅随御省 主持一切 实属大局之幸 要不怎么说 曾国藩是奏折高手呢 这奏折上去不到一个月 这个吴昌寿 被降了一级 调离了河南 河南巡抚 由李贺年担任 这里再说一句 由于这个文本里 他把这个吴昌寿 吴寿昌 一会儿来回的写 熊猫刚才查了下 确实应该是吴昌寿 那前文书可能出现过 吴寿昌 是同一个人 说这个吴昌寿 被降一级调离 河南巡抚 由李贺年担任 可事情呢 并不是这么简单 河南的司道官员呢 大多为吴昌寿不平 后来继任的李贺年 没有比吴昌寿 对曾国藩更顺从一些 想起当年呢 在江西参合陈启迈的结果 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抱怨 说后任一级隔阂 就说后面这个还不如前面 不仅如此呢 朝廷对曾国藩 这个平定长矛的大功臣 他的态度 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是金陵客户 首次保举后的六个保举丹 都遭不义驳斥 其次是河南和山东的地方官吏 乡绅牢骚不满 粮草供应也敷衍马虎 再就是亭济的责备 御史的仓和 曾国藩不能不感觉到 如今的脚脸 比当年平定长矛 要艰难得多 可尽管心里委屈 毕竟他拿不出梁芳 来扭转局面 日日焦躁 是夜夜失眠 同志五年 正月三十日 曾国权奉旨受湖北巡抚 曾国藩奉到上狱 客下碾军 窜扰湖北边境 防脚正当吃紧 曾国权肃贤军旅 朝廷为帝责人 政资已任 且相赴恶 相去甚进 卓曾国藩李汉章 即行赵之该府 迅速持赴新任 力图报称 不得稍存推诿之念 有负主望 尚狱送到曾国藩手里 给他带来了几分欣喜 半年前 曾国权被授予山西巡抚 那个时候呢 公王被罢免 曾国藩心情抑郁 深感虔诚难测 蒙发了退隐之念 于是劝阻老九出山 曾国权自己呢 也不愿到贫瘠苦寒的山西去 便借口病体未遇 推辞了 现在公王东山再起 朝中又有了 强大的靠山支撑 老九出任湖北巡抚 正好从南面 为平脸助力 曾国藩求之不得 立即写信给老九传达上誉 要他赶快慕勇赴任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